好來關心天氣 今天持續受到了西南季風的影響 各地都有明顯的降雨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 那我們可以從雷達回波圖上注意到 整個西南風把水季送進來 在海陸符合的地區 尤其在高雄帶來明顯的降雨 整個累積雨量一整天 是有來到200毫米以上 而週五過後呢 隨著午後熱力作用 再加上西南風 北部地區尤其像是在陽明山區 累積的雨樣也同樣有突破到100毫米以上 士林則是出現了局部積淹水的情況 而這樣的一個降雨形態呢 未來幾天都還是有機會出現 我們從這個定量降水預測圖 就可以看到未來幾個小時的降雨形態 在中南部地區呢 都還是有明顯降雨的機會 尤其在靠近山區要特別多加留意 而到了明天的上半天呢 其實西南風持續進來之下 整個降雨的趨勢呢 又靠近了沿海地區 高頻沿海地區在明天上半天 同樣有機會出現局部較大的雨勢 因此呢未來幾天都是類似的降雨形態 中部南部地區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而整個的水汽如何運作 我們從這個未來的這個數值模式預測 可以看得出來 在臺灣附近呢 其實大片的水汽帶 都是從印度洋這邊持續的 隨西南風輸送進來 而臺灣附近處於一個比較大的低壓帶 因此呢附近的盛行風 一直都是維持西南風 整個中南部地區會一直處於迎風面 容易會局部的大雨 而且快速的累積 未來的地面天氣圖也可以注意到 在明天來講的話 臺灣附近處於大的低壓帶當中 而到了下個星期六 都還是處於一個大的低壓帶 因此盛行風一直沒有改變之下呢 水氣會一直輸送進來 預計要到八月九號之後 整個太平洋高壓伸展過來 才會阻斷整個的水氣輸送 因此呢天氣要好轉 可能還是要等一個星期之後 來看到各地詳細預測 明天在高溫的部分 北部可以來到三十二到三十三度左右 中部地區明天的高溫 同樣可以來到三十度以上 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南臺灣明天的高溫 在二十八到二十九度左右 而在東半部地區 午後是有些雷雨的機會 在外島地區 馬祖的高溫在三十一度 金門則是可以來到三十四度 以上最新的氣象資訊 中部地區明天的高溫